这个草莓整体长势不错 目前位置可以松一口气了 今年这个草莓栽的比较晚 9月中旬左右才栽上去 包括现在有些朋友草莓还正在栽栽 特别是对于晚栽的草莓 我们种植户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台哥 这个棚我们是种的大耳装无土栽培的草莓 这个草莓像我们摘的时候就比较晚了 但是有些朋友摘的比我们还晚 到现在可能有些朋友 还有草莓可能刚刚摘上去 或者是还没有摘呢 特别像这种摘得很晚的草莓 你摘上去以后你的主要任务怎么就促进草莓科子生长 这个是重中之重 这个时候你不要再担心旺长的问题了 因为温度越来越低以后 这个草莓它的有营养生长 开始向生殖生长开始转移 如果前期科子长得不壮的情况下 那么会影响后期的产量 包括后期的品质口感都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说呢我们解决的方法 主栽种的碗的话解决的方法呢 前期化妙接触以后 氨基酸液变肥加上云泰素 赤肥酸 调液剂加液变喷雾的营养剂去使用 然后连续的喷石两次到三次 然后科子长上了以后 这个时候温度一低了以后 它就开始正常了 不要像八月份 八月份你栽种早的情况下 肯定是面对着空旺 所以说栽种季节不同 我们的田间管理方法一定是不一样的